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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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少的智能专家和环保团体都认为 香港建筑物浪费着大量的电力 要省一点都不困难 东涌这个私人屋苑会所占地10万尺 开放时间由焦头续点到夜晚10点 冷气和灯不停开 耗电量惊人 虽然这些公用地方部的光管近年都专用省电的 例如T5光管甚至是LED射灯 而每一座大堂位置 早上也都规定不会开晒所有灯 但是屋苑一年的电费仍然高达300万 每一户每月的管理费 有大约200元是去了这类公用设施的电费 一个正常的屋苑 譬如海堤湾半是1500伙 我们是300万 另外我们是5000多伙 就是千多万 其实每一户每一个月 为了电费公用地方电费的开支 是小于200元甚至300元都有 屋苑价值能计划将分级期来做 有些就还未改善 好像这条天桥 灯灯就还未改用智能 灯和灯的距离很近 都挺浪费电 停车场的光管灯 就是用着传统的光管 密度又高 可能要重新设计 而全日24小时都开住 耗电量最大的冷气 也都要想一下怎样省 最少1000伙的村来说 差不多只是冷气都差不多100万 如果说4、5000伙的村 只是那里可以省到近200万左右的电费 林月是这个屋苑的业主立案法团主席 他说第一阶段屋苑用了50万 有一半的资助 是来自环保署提升建筑物能源后益工程计划 屋苑变相 只是花大约20万左右的电费 而一年省到的电费 就已经抵消了这个成本 他预计全面更换公用部分的节能装置 将会为屋苑省到两成的电 也都可以减低香港的能源消耗 大家的需求低一点 出一分力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政府会考虑一些其他的选择 就不需要在广东省开两三个核电厂 其实越大价私人屋苑 耗电量更加多 现在香港的楼 很多都是明明行民 但住得好像是皇帝 下面有几个泳池 很多不同的设施 说的是公用电费 其实都去到三千多元至六千多元 一年都有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合理的情况 就是因为由于政府给了很多发水的面积 也都导致这个烧炭楼出现的来源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 去年调查九龙西二十五个屋苑 公用面积的耗电量 发现当中有屋苑 每年每户的耗电量就去到四千到六千度 比公屋价公用地方多出四到八倍 到六百多元一年是每户 你想想每一户要夹六千八百多元一年 是一个多高的电费的数目 那究竟用在哪里我们都觉得是很质疑的 去年十二月 立法会通过建筑物能源后益条例草案 规定所有新落成家商客 工客和住宅物业 公用地方的设施 必须符合能源后益标准 但是对于现在的住宅楼宽不省电 就没有任何的监管 现时全港有四万多栋大厦 用电量是全港的九成 而用电量就占了两成 除了私人屋苑 旧楼很多公用设施 也都没做过节能改善 耗电量一样厉害 这里是深水埗 有很多超过三十年楼宁的单栋楼 大厦的业主立案法团主席 邀请专业家电机工程师来评估 论供地方可热能的空间 刚才我们看完这里的装置 就可以看到第一部分的灯具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头上的这些楼梯的 那些后款的T8缸板可以转为T5 大家可以做的 如果在灯具方面 可以对本身的灯具 现在用的电量 起码自然程度是三成的 这就是AC2 Speed 1m的升降机 电梯工程专家黎智强 来到另一栋旧楼平股 现在这些已经是三十几年前的设计产品 它最用电势力就是那个 起动和制动那里 就是转车那里的耗电量比较高一点 不少架旧式楼梯 用着的升降机都是这一类交流章速型 也就是一个过重制的装置 超重才会停机 但就没办法感应到人的重量 而调节电流的大小 三个人有这么多电 四个人有这么多电 但是缺不了电的 只是耗电量多了 而新一代哲能的电梯 由于有个电子绑的功能 可以因应重量而用电 电子绑就是利用一个电位感应器 人多他就会给个信落 给个制霸 人少工作又可以信落回去制霸 换电梯的工程大约要三十几万 由于有政府一半资助 大厦业主大约出十五万左右就行了 有了新的省电装置 业主预计每个月可以省到三成的电费 但是由于回本期长 他们还要开会商量一下 因为我们本身这里是单栋大厦 就是那个本身的储备不够 而且始终那个收入都是很局限的 我们现在要等到我们的报价到了 然后开业主大会 应该乘数很高的 这一栋大厦只是换灯就便宜得多 传统T8转省电T5光管装置 整栋大厦百多支 工程费大约是二万多元 省到的电费可以消成本 预计两年内回本 在去年2月就是四万零二百七十四元 今年2月就是三万五千零三十七元 原来我们计算总共真的省了五千左右 一直协助旧楼评估的六位文博 一些单栋楼价节能空间其实很大 政府应该做多些宣传和推广 如果管理公司也好一点 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大厦 好像我们现在记得管理公司也没有 只有个发团主席 发团主席是兼职的,他有兼职 本身来说如果他本身很忙的时候 基本上他都不知道有这个计划 如果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也看到 香港有很多单栋楼 而这个单栋楼加起来 都有多少空间可以节能減碳 政府计划2020年前 将核电供应量占整体价23% 增加至50% 原因是预计届时香港的能球 将会比现时增长三成 有环保团体质疑这个用电增幅 也批评政府没有回应到 这次日本核危机 扩大支减低建筑物价耗电量 其实政府有一个4亿5千万的计划 就是帮流域去做一些节能 或者是碳审计 亦都反应很踊跃的 我们知道 政府估计就是说 4亿5千万可以帮到1,600档 去做节能 而香港只是整体有4万档的流域 即是说如果我们用百多亿的钱 其实已经可以帮到全香港的流域做节能 省到大约三成的电 但其实建一座核电厂 要乘大约七百多至八百亿的金钱 我们会觉得 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先做节能 而去向一些高污染 或者高风险的电力买手 这个我当作的 世界自然基金每年初发表报告 指如果全球人类 都以香港人的模式来生活 将需要2.2个地球资源才可以支插 意味着 香港人正在过度耗用地球的资源 日本核灾难发生之后 香港人除了担心辐射的污染 又有没有思考过自己的用电习惯 其实我们又是不是这么需要核电呢